冷气团影响呢 今天晚上跨年夜 一直到明天早上迎曙光 其实气温都还蛮低的 跨年夜呢 北部温度下探11度 并且加上天气状况不是很好 所以民众要去欣赏台北101大楼烟火的时候 特别要记得地点得要选择对 否则只能够看到一堆烟 那么因为呢 相局表示全台都会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今天晚上来欣赏台北101的烟火 如果是选错了 站在西南侧 就没有办法欣赏到了 正确的完整的方向呢 应该是在东北侧 比较靠近内湖的方向 才能够欣赏到漂亮烟火秀 天气微萌萌 今天晚上就要跨年 明天就要迎接2010年的曙光 天气冷嗖嗖 偶尔还有零星降雨 台北市最高温度只有13度 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所以其实温度都比较低 下雨的情况的话 在今天白天还是比较明显 所以中部以北的平地跟东半部 都还是有些下雨的情形 预计在下半天到晚上之后 会稍稍缓和 清醒的是 晚上降雨就会缓和 不过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民众想看今年台北101 长达188秒的烟火秀 地点要记得选在上风处 台北盆地这边的话 它其实现在这段时间 大概吹的都是偏东风 或者是东北风 所以以范围上来讲 如果是在101的比较北边 或者是比较 就是看是要站在比较东边 或者是比较北边一点的话 就是比较不会受到一些烟雾的影响 烟的话会往 就是比较偏西边 或者西南边吹 所以大概就是离开这些地方 想看烟火秀最好的方位 就是要站在像是南港戏纸内湖 才能看到完整的烟火 不过元旦想看日出的民众 由于云层过后 恐怕几率只有五成以下 中央气象局预测 未来几天仍是阴冷天气 跨年元旦假期都能看到积雪 元旦过后 冷气团的威力才会逐渐减弱 气温会微幅上升 中文新闻黄宝团黄书安台北采访报道 用吉他表面来看烟火秀最好的方法 只要用吉他体质 没有 谈到